101年5月3日 苏贞昌参访宜兰人文基金会 对于连日来从各种管道和媒体得知 宜兰人文基金会董事长陈锡南 发起飞和家园大联盟的行动 赶召了不分蓝绿的民众参与 为的就是台湾的永续发展 席间宜兰人文基金会董事林光毅表示 飞和是全民共事 但台湾的核电厂 非但没有改善的迹象 只做半套的规划 让飞和之路走得很辛苦 苏贞昌听取了非和家园大联盟 联系台湾民间团体 作为维系台湾全民安全的一股力量 他认为非和的行动 应该是全民一起动起来 凝聚大家的共事才有成功的一天 非和家园是民进党在基本纲领 行动纲领都明白规定 长期的坚持 也是现行国家法律 明确规定的目标 我当过屏东县长 台北县长 在屏东县有河山厂 在台北县有河一厂 河二厂 所以我对于核能的危险 它所带来的伤害 有深刻的体认 也长期坚持追求 灰核家园的决心 日本福岛核能灾害之后 更让全球的人类再一次看到 核能所带来的危险性 以及它对土地 对人民所造成的重大不可回复的伤害 所以大家更坚定追求 灰核家园的努力跟决心 只要大家的共识够 力量就会大 越有共识 越有力量 越能早日达到 灰核家园的目标 苏正昌进一步表示 台湾的飞核目标 需要随时有监督与推进的力量 他十分赶佩 飞核家园大联盟发起人陈锡南 在生病的当下 仍然不忘为台湾做对的事 陈锡南先生 他从青年辛苦创业有成 但是壮年却得到身体上的欠安 但是现在他请尽所有 为追求灰核家园而努力 这种精神这种努力令人钦佩 而且也是做对的事 那现在要从各方面来努力 我觉得不只是像陈锡南董事长 这样的努力钦佩 而是大家全民一起来努力 才会形成最大的力量 我们大家一起努力 希望台湾早日是个灰核家园 现阶段台电公司就在全民 并为全新关注核废料 干事主存计划的情况下 即将展开干事主存的行动 一旦核废料干事主存计划展开的当口 台湾就会朝向核灾的倒数计秒阶段 就在这个时候 能够获得苏贞昌全力支持 飞核家园 陈锡南期待 飞核行动有更多足以影响政策的力量加入 在最紧要的关头保台湾一命 出发了 transitions 毛总监什么 里面有更多高兴 曳曳曳曰替 莫 SPE med